爸爸 我也要玩碰碰车 不可以 你还太小 这种碰撞 对于你来说太激励了 你很容易受伤的 你们两个人怎么了 妈妈 你快看 小泽打妈妈发了朋友圈 小小泽受伤了 看起来受伤还挺严重的 妈妈 你快打电话关心一下吧 我去开碰碰车了 小小泽你没得开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不行 你还太小 就要去 这要去 这要去 好吧 好吧 带你去 这个就是事情的经过 为什么泽塔叔叔没有抱紧小小泽 泽塔叔叔已经紧紧的抱着小小泽了 可是 碰撞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小小泽还是被甩出去 撞到了方向盘上 真的是太可怕了 幸亏昨天我听了爸爸的话没有去玩 身高不够的小朋友千万不能去玩碰碰车 知道了吗 我们知道了 好帖 好帖